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谁说糖尿病人不可以吃白米饭 我原本糖尿是13点 我不是餐餐吃两碗饭 现在又不是回到6点 哇,你真是假的 他说他6年前中了糖尿 一研出来,医生就立刻告诉他 哇,你不行啊,你很厉害啊,不行啊 你立刻要吃药和打胰岛素 还有一样东西,千万不要吃糖啊 那些饭啊,粥啊,豆啊,薯仔啊 全部是淀粉质来的,淀粉质就是糖来的 尽量要小吃啊,最好不吃啊 终于打了几个月针,用了很多钱不再说 糖尿依然是八九点 更加惨的一样东西就是 吃了一些药,副作用来,神痛了 于是乎就走去问个医生 哎呀,医生啊,医生 我吃了一些药之后,肾好痛啊 不吃,行不行啊 你不好制啊,吃小日你都出事啊 等着拿药的时间呢,就见到有个叔叔 闯隔铃牛仔,等了好久 叔叔,等这么久,等着什么啊 等着西神啊 什么病啊 糖尿了,哎呀,好惨啊 哎呀,力要不要个神呢 我去卖了个神给你啊 你的神都坏了啦 本来补一口汤,喝一下也好啊 他说再搞下去,真的不是法子啦 你吃药,亦有副作用 你吃饭,又说增糖 他说,大哥,我吃素的 你不让我吃饭,不让我吃豆 那你只叫我吃菜,吃菇,我哪够有营养啊 这次真的是吃又死,不吃又杀死 靠人都不是法子啦 于是他四周围去找不同的资料去了解 为什么糖尿病不可以吃饭呢 糖呢,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而且不一定是甜的 为了方便理解,那些人就给了个名字 总称呢,就叫做碳水化合物 就好像说,中国 你就知道,包含了广东啊,广西啊 小学都有教,植物中的碳水化合物 好像米啊,豆啊,草仔啊 存在的形式主要是淀粉 淀粉是高分子的碳水化合物 食了入土之后 就会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变化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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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mistakes的发酷 让国师应对自己慢慢研究 我们只要知道 淀粉食了入土之后 会分解成把它安装是为碳水化合物 就是我们使用很多这样的糖会进入你的身体 有些糖会转化得慢一点 那就会很快地 feeling 有些糖会转化得快散终 会 historkle Ras.ry 身體的胰島素功能又不得妥 代謝不了,就變成糖尿病 但問題又來了 碳水化合物就是生命細胞結構的主要成分和功能物質 具有調節細胞活性的重要作用 不吃的話,身體又沒有營養 哎呀,這部鎮人不知怎樣死 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營養 所以我們經常聽醫生說 飲食均衡,飲食均衡就是這樣的意思 米飯是中國人的主食 而且裡面的營養比較全面 更加重要的是,吃少一碗飯 哪裏飽啊 所以他就不理會這麼多 寄宇宙去圖書館找資料 哎呀,又不讓他找到 米飯中的澱粉分為兩種 一種是一條鍊是直的 有時候它又直不完 又是軟軟的 這條鍊又不容易被水浸潤 即是沒那麼容易被水浸出來 人體的消化吸收的速度就慢了 還沒吸收完便便便便拆出來 所以對人體的血糖 影響相對來說是小一點的 這條就叫做直鍊澱粉 另一條鍊是分支的 好像樹枝一樣 塗開了 很容易被水浸潤 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 吸收得快了 對人體的血糖影響便大 這條就叫做直鍊澱粉 好了,知道直鍊澱粉出事了 那又怎樣呢 又讓他想到一個解決方案 第一,蒜米 在我們現在吃的米裡 糯米的支點是最高的 所以瘋也不能碰 肥仔米很軟 即是支點澱粉也是高的 相對來說 切米的支點澱粉就最低了 好,一於吃切米 第二,改良烹調技術 煮飯的時間分兩步 首先用燒機裝著米 然後放進鍋裡 加到悶悶水去 然後開火煮 煮到一半熟 讓大部分的鍊 融解在水裡 然後拿出來 然後放進蒸爐裡蒸 那些糖分便少了 不過會淡了 會沒有味道 的確這樣煮法 米飯的其他營養一樣會流失 但是飯的升糖指數就低了 原本你只可以吃半碗飯 現在可以吃一碗 吃得飽之餘 那些營養 就在那半碗飯補回來 他說我現在餐餐吃兩碗飯 又不怕餓了 血糖保持六下 足足四年 還有煮出來的湯是米油 很有營養 讓你年輕人喝了它 千萬不要浪費 特別注意 民間智慧這個視頻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一些另類的民間經驗 但是每個人的體質 情況都不同 所以要做任何決定之前 無請諮詢你的醫生 多口說多句 記得做運動 運動一樣是這麼重要的